欢迎来到美厅 余生很贵,永远不要和这三种人纠缠 在2018年,有这样一个令人悲痛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 乘客与公交车司机发生冲突,互凹,导致车辆失控,最终酿成15人身亡的惨剧 一名流姓女乘客因坐过站,要求司机停车,司机因为到站,拒绝停车 女乘客不满,对司机辱骂撕扯,甚至两次用手机敲击对方的头部 司机被激怒,分心反抗,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视频里,车辆坠江前,乘客绝望地呐喊,令人久久不能平静 一次寻常的争吵,最终演变为一场人间惨剧 一个人错过了一站,一车人错过了后半生 而这场灾难,本质上却是一起人祸 最回祸首毫无疑问是女乘客刘某,自己坐过站 却要求司机立刻停车,司机一规没有停车 便对司机拳脚相加,导致车辆失控,坠入江中 假如当刘某一直对他谩骂殴打时 司机一脚刹车,报警将刘某交由警察处理 结局或许就不一样了 尼采说过,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 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望 与烂人纠缠,会让自己也变得糟糕 甚至伤及自己 余生很贵,千万别和这三种人纠缠 一,别和情绪失控的人纠缠 都说冲动是魔鬼,一个情绪失控的人 就是一颗行走的定时炸弹 2018年3月,重庆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 一对夫妻不知道因为什么吵了起来 后来越吵越凶,气死摔门而出,准备开车离开 丈夫追上去,拦在了车前,试图阻止妻子驾车离开 两人就这样争执了好久,谁都不肯让步 妻子发动了汽车,试图吓走丈夫 不知道妻子又说了什么 丈夫猛烈锤打挡风玻璃 突然间,车子加速,将丈夫顶着趴在了汽车引擎盖上 向前猛冲,车前的丈夫被狠狠甩了出去 后脑少磕在了人行道边的食言,当场死亡 事后,妻子被带到警察局,嘴里念叨这一句话 如果当初,不那么生气就好了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蒋方舟在圆桌派上曾说 性格比较极端的人,他们在失控或者超速的时候 他自己是意识不到的 我觉得这种人就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情绪失控的人,会瞬间变成魔鬼 而面对毅然一爆炸的他们,我们能做的只有远离 2017年年初,武汉一名男子来到一家面馆吃面 因为当天涨价一块钱,该男子觉得店大欺客不想付账 便跟店老板大打出手 几番回合之后,这个男子跑到厨房找到一把砍刀 直接砍下老板的头 这件事最后的调查结果是,该男子为二级精神残疾 一受刺激就会犯病暴怒 所以,不要跟情绪不稳定的人争高低 因为你承受不起 生命只有一次,任何一次波折,我们都无法承受 有些事情发生,就没有回头的余地,栽进去就是地狱 二,别和不守规矩的人纠缠 前阵子,上海的一位网友,发帖记录了他的未婚妻 在婚礼前坚持退婚的事情 他的未婚妻子,因为他一年内交通违章15次要和他退婚 连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该男子表示,本来家里婚礼什么都筹备好了 酒席也都定了 这个接骨哑上退婚,家里已经闹翻天了 都快进门的媳妇,因为自己违章凉凉了 这听起来就像狗血剧情一样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 有人可能会说,交通违章15次就要退婚之余吗? 这还真的至余 因为每一次违章,都是在末世规则 更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正如姑娘所说 如果哪一天我跟你一起 你因为违章出事了 那我该怎么办?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谁能保证你每一次的违章驾驶都能安全开向目的地 2010年12月,违规进入黄山未开发区域探险的18个复旦学生 却因GPS失灵 体力不知等多种原因被困 为了救出这18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驴 警方打破夜不上黄山的规矩 派出200余名警察搜救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说 年仅23岁的警察张宁海也因此牺牲 一个不守规则的人就是一枚炸弹 在点燃自己的同时往往还会拉别人垫背 这样的人我们要离他远一点 因为雷劈他的时候可能会伤到你 惹不起,躲得起 这句话不是胆小怕事 而是一种鄙其疯狂的睿智 2017年,昆明发生了一场悲剧 28岁的演员刘洁 带未婚夫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外婆 在住院部楼下遇到一名罪汉 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 罪汉就骂骂咧咧 这对情侣随即也和罪汉争论起来 谁知罪汉一怒之下竟掏出刀子 疯狂地朝刘洁捅了两刀 一刀心脏,一刀脾脏 刘洁的未婚夫也被砍了三刀 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令人唏嘘 著名学者孜中云 在一次演讲中讲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 有一次,他谈到日本人的教养 同行的一位同学大为不满 他数落孜中云是在给日本人涂脂抹粉 长日本人的稚气,灭国人的威风 孜中云并没有理会他 因为他从那位同学的话语中 就发现了他们并不在一个平台上 说的也不是同一回事 后来,那位同学气急败坏 开始骂他 自中云依然不理不睬 后来,那位恼羞成怒的同学 给自中云戴上一顶瞧不起人的大帽子 自中云欣然接受 并说道 我真的瞧不起你 当然不是因为你的钱少 更不是因为你的车不好 而是你白掌了一个脑袋 一个只知道吃饭 不知道思考的脑袋 我们之间讨论问题 既没有前提 也不会有结果 因为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 也不是一个方向 彼此南辕北辙如何讨论问题 是的 不要和层次不同的人争辩 因为争不出一个结果 这个世界有许多力气深重的人 他们藏在各个角落 一点就着 一碰就炸 你反击他报复 你强硬他不要命 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同一个层次 当我们在生活中不被理解时 不用急着争个输赢 你要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上你的解释 林肯说过这样一句话 与其跟狗争辩 被他咬一口 倒不如让他先走 否则就算宰了他 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疤 如果我们不幸碰到这种人 无需介意 只要微笑 会挥手 远离他们 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就行 不要和层次不同的人纠缠 因为那对自己是一种无意的损耗 翻看了很多次当年公交车的监控视频 最后一秒钟那声尖叫声后 戛然而止的画面 真是刺痛心脏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这次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里 有一个叫周小波的人 而他的父亲也在这趟坠江的公交车上 有文章写道 他一遍遍拨打父亲的电话 反复听着那句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有时他会设想 父亲搭乘的是外环线路 就不会经过长江二桥 也不会随着公交车下落四十余米 又沉入六十八米深的江水下 看到了父亲的遗体后 周小波静了箱 烧了纸 放了鞭炮 算作最后的告别 姐姐嘱咐他 睡觉时也要开着灯 这样父亲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那盏灯亮了一夜 一个烂人作死 带走了十几个家庭的亲人 里面还有两个五岁不到的小孩子 天灾我们无法避免 但人祸本可以避免 那个垃圾乘客的不守规则 就造成了比天灾还让人绝望的人祸 生命何其脆弱 经不起一点波折 卢梭说 我越爱自己 就越不可能仇恨别人 因为仇恨只能使我的人生变得越来越狭窄 而我却想使我的人生在整个宇宙中任意扩展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人际交往 必是寡居 显然不可能 但我们至少可以借鉴一下卢梭的态度 人生本就是一个筛选和舍弃的过程 别和不值得的人纠缠 我们要把仅有的时间 心思和关注给真正需要我们的人 余生很贵 别在烂人身上浪费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